晚间新闻一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为了提高疫情数据透明度 卫生部今天傍晚6点正式推荐全新的网站COVID NOW 接下来每一天午夜12点 当局会更新数据 公开让国人查阅新冠肺炎的资料 包括死亡案例 接种状态和交互病床的使用率等等 同时卫生部长凯里也呼吁民众稍安勿造 政府在确认医疗体系有足够的缓和空间后 很快就会允许国人 尤其是单身者跨州探访亲人了 卫生部长凯里傍晚和总监诺西山 召开例行记者会时宣布 为了让各方更容易监督疫情走向 正式推荐全新网站COVID NOW 网页每天午夜12点更新数据 卫生部明早也会公布各州医院的医疗设施使用率 例如普通病床 家户病床等等 与此同时 卫生部决定 未来列入第三级以及属于第二级轻症患者中的高风险群体病患 经过卫生部确认健康状况后 将送入低风险治疗中心 另一方面 关于跨州方面 卫生部确认风险评估后 会向国安会提交建议书 但现在还没允许人们跨州探亲 与此同时 卫生部和教育部 今早已经会面 为校园复课磋商 制定标准作业程序 不久后 当局就会宣布详情 而学校逐步复课的同时 青少年疫苗接种计划会同步进行